台北县三重相当有名的这个知高饭 去年传出老板程耀正外遇和妻子离婚 离婚之后两个人是继续在店里头工作 程耀正加倍努力想要挽回妻子的心 而他的太太庄玉华在看了一个两性节目之后 决定原谅先生 宽恕和包容在地方也传为美谈 在台北县三重相当有名的33年老店知高饭 老板程耀正去年外遇 他妻子庄玉华看到她的情妇用手机自拍的心爱影片 气得提出离婚诉讼 程耀正的情妇是越南籍的按摩女郎 当时还找上庄玉华进行谈判 身性扑植的庄玉华还称赞对方年轻漂亮身材好 难怪老公会喜欢上她 没想到情妇听了吓了一跳 反而抱怨程耀正都说很爱你 所以不肯离婚娶我 由于当时两人离了婚 还继续在店内工作 程耀正工作是加倍努力 庄玉华看了于美人的节目后 心胸霍然开朗 决定原谅程耀正 两人好感情看待台湾其分路易斯的严厉 好生羡慕 而庄玉华也决定撤销对越南情妇的告诉 原谅对方在地方传为美谈 原谅对方传为美谈 是男女的 谢谢大家